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道理论这道题目 将一至八这八个自然数分别填入如图数振中的八个圆圈中 使得数振中各条直线上三个数的核都相等 我们来看一下有几条直线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 也就是说一共要有五个核要相等 对吧 那么现在问A和B这两个圆圈中所成的数的差是多少 那要求A和B的差那很明显我应该先求A或者先求B 然后求出来A和B之后做个差就可以了吧 对不对 而且这道题它很贴心 它都已经告诉你这两个圆圈是我要求的吧 所以这两个圆圈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圆圈 对不对 但是这道题只是有了特殊的圆圈 还差一个什么 它说核相等 但是没有告诉你核是多少 所以我还要再假设一下这个相等的核是S 是不是 那现在一共几条线段 刚才咱们数了五条线段 所以一共有五个S吧 对不对 这是不是常规思路啊 一共五条线段嘛 那五个S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每个圆圈的数被算了几次 首先这个圆圈一次两次 对吧 这个圆圈一次两次 那这个圆圈一次两次 那这三个圆圈都是算了两次 同样这三个圆圈也是都算了两次吧 对不对 再来看A A是一次两次 那也就是说A和这六个圆圈有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那再看B B有没有区别 B只算了几次 B只算了一次吧 那也就是说 现在的特殊和刚才的特殊有一点点区别 刚才的特殊是在于多算了 对不对 比别的算了多 而现在的B它特殊之处在于比别的圆圈算到小吧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如果每个圆圈我们都按两次去算的话 B等于就要再减掉一个B吧 对不对 那每个圆圈算两次 一共哪些圆圈 就是从1到8 所以1加到8再乘2 这是按每个圆圈算两次去算的总和 但实际上的总和B的次数要减掉一次吧 减B 对不对 你看不够就加 那多了就怎么样 就减 对不对 那这是总和 这也是总和 所以是相等的 那我们来计算一下 5个S 等于什么呢 1加到8是多少 首将加末将 1加8是多少 9 9乘8 72 72除以2 再乘2 还是72 所以72 减B 对不对 那和刚才一样了 5S 5乘S 那一定是5的倍数 是不是一定是5的倍数 那既然 5S是5的倍数 那72减B 也应该是5的倍数吧 那72减几是5的倍数呢 72减2 对不对 所以B可以等于2 还有没有 同学们想一想 在1到8之间 72减2等于70 那是5的倍数 那72减几也是5的倍数 减7吧 72减7等于65 对不对 所以B还可以等于7 所以这道题和上一道题 有一点点区别 上一道题得到这个式子之后 只有一种可能 而现在有两种可能吧 对不对 而我们首先先求出来的是谁 是B 为什么先求的是B 因为我在用5个S的时候 A是不特殊的 对吧 A和别的圆圈没有区别 B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先求B 对不对 那求出B之后 先看第一个 如果B等于2 那72减2等于70 5S等于70 那么S就等于70除以5 S等于14 对不对 那如果B等于7的话 那72减7等于65 65 5S等于65 那S等于65除以5 对吧 S等于13 这个同学们能不能跟得上 但是到现在还不够啊 我现在光求出B还不够 我还要再去求A吧 因为要求的不是B 而要求的是A和B的差 是不是 那A和B有什么关系呢 同学们看一下 一共是八个数 对不对 如果B是等于2的话 那S就是14 就是任意某条线段上 三个数的和就是14 那就意味着 这三个数的和是14 同样 这三个数的和也是14 那你说A是多少呢 从1到8 一共求和是多少 1加到8 刚才咱们求过的 首将加墨项 1加8是9 9乘8 72 72除以2是36 对不对 总和是36 首先减掉一个2 还是34 对不对 然后减掉这条直线上 14 34减14 等于20 20再减一个14 剩下的就是谁 就是A吧 所以 20减14 A等于6 那么A和B的差 6减2就是4 对不对 但不要着急 不一定只有这一个答案 再看第二种情况 如果B等于7 那么还是一样 8个数的和还是36吧 对不对 那36 首先先减7 等于29 然后现在这条直线 就是13了 对不对 29减13 3等于16 16 16 再减13 所以A 还剩一个 3 那么一样的 大数和小数的差 还是几 还是4吧 所以这道题 A和B的情况 虽然有两种 但是 这两种的差 是一样的吧 对不对 那这道题 我是选择 一开始 先让B特殊一点 我五个和都选了 同学们 明白了没有 这种做法 听明白了没有 那么 我如果五个和都选 这样突出的是 B比较特殊吧 那怎么样可以突出 A比较特殊一点呢 我们来看 另外一种 选择方法 现在 我并不是选了五个S 而是选了三个S 那选择了三个S 哪三个S呢 这是一个S 对吧 两个S 三个S 那选择这三个S 你看一下 A B C B E S 大B 都是算了一次 而A是算了几次 算了两次吧 那也就是说 我在选择到底计算几个和的时候 这个是任我意 对不对 我要突出谁特殊 我就选择几个和 我要突出B特殊 我选择五个和 我要突出A特殊呢 我就选择三个和 这就是一个灵活运用了 对不对 当然了 最后求解的过程 求的是完全一样 A两种情况 一种等于三 一种等于六 但是不管等于三 还是等于六 最后的X 都是等于四吧 这道题同学们 听明白没有 那通过这么多数证图题的学习呢 我们总结一个数证图 解题的一般步骤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 我们要找到重叠数 也就是特殊数 以及它特殊在哪 对吧 第二步 我们要用字母表示 重叠数和和 来假设一下 第三步 我们就要列式了吧 在列式的时候 你到底计算几个和 这个跟你要突出 哪个数特殊有关系 对吧 比如说刚才的例6 那么最后 我们根据这个式子 就可以解出重叠数和和 那最后呢 我们还要把这个数 整个这个数证图 给它填满 当然了 如果它只让你去填某个位置 你就填这个某个位置 如果让你填满 那你一定要填满 这个同学们 听办没有 好的 那我们今天主要学习的是 幻方和数证图 那其实幻方就是一种 特殊的数证图 那记住一点 就是设字母 找特殊点 然后列式字吧 同学们记住了没有 好的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同学们再见 拜拜